欢迎回到现场 现在台湾是2019年11月3号 礼拜天的10场的杀草地赛事 虽然说是大赛的这个前销 这10场赛事当中其实也是蛮有看点的 当然他礼拜天的赛事 参赛马匹就比礼拜五晚上多很多 而其中我们看到有几个看点 就是我们来到本地新来乍到的 一个见习生谢英提 很快的在礼拜天就开始开灾 另外在礼拜天赛事当中 我们看到骑士旁旁方面竞争是白日化 独一先拔的丑丑 在礼拜五晚上三掌头马 然后礼拜天地场赛事马上开灾了 而且已经是海德公园 因为非常轻松漂亮的 他主要是降级作战 另外比武活就也不非等刑 我平时被马上还手 赢品的薄雪兄弟稍微冷落马匹 两位骑士一来一往 结果两位都个别赢了三场投马 可以算是可喜可贺 当然当天礼拜天赛事 有两三匹马都是爆大冷 比如说第二场赛事我最美 还有另外比较谦虚的叫你最强 两匹都有最 不是你就是我两匹马 都是在礼拜天爆冷夺标 回头再说说 来到本地是在这间歧 其实交换计划之下的谢一廷 我最近也说到这位间歧生 来到本地有多匹的作息 这个礼拜总共有九匹马 很快的在礼拜天赛事开灾 而且因为最近演出四平八稳的 我说的是这个吉仙丰 吉仙丰在这个第四集赛事夺标 看看吉仙丰怎么赢马的这个音质 吉仙丰马定前的马匹 非常容易认得红色彩衣 你看他找断的时候跟的比较前一点 这匹马就是在找断跟其他马匹斗的 他当然前述不是说非常破辣 不过呢他的跑法是蛮灵活的 跟在内侧 吉仙丰现在守在内侧 那外侧有谁呢 第一选 第一选我们知道最近刚刚行事 也是想拼的 前述蛮快的 不过怎么知道啊 在找断前连 反而是一匹呢 从来没有前述的八号龙飞 当时在临场的时候 票是来势汹汹 他之前的几场赛事演出 算是一般 不过呢看到马匹呢 在四跑当中生龙活虎了 想要拼的在找断 很积极的采取前连马法 不过吉仙丰一点也不急啊 你看跟在这个蓝色蓝黄 红彩衣的这个龙飞后面 这时候打到叮里巴拉这个龙飞 不过推一推马头 这个吉仙丰的走势更好 两三步就把对手给越过 外侧有谁呢 七号的海军上将在追他 海军上将呢 多说一句这匹马的这个成绩啊 因为他毕竟在这个两岁马的时候 成绩不错了 成绩一既败给火箭星 守战的时候一出即胜 在沙地成绩也不错 当然他去到两岁马的赛事当中呢 就败给第一伙 输得比较远啊 三四个马位啊 幸好给他最近呢 可以算是利兵默马了 修整一下 最近的成绩 四跑也还不错的 所以海军上将当然你可以说 他第一次来到第四级 没有第一伙这样强劲的走势 不过毕竟三岁马 还有这个进步空间 他这场赛事算是休息回来 成绩产业那笔啊 跟在这个第一选啊 然后吉仙丰后面 这是有点受阻 不过呢 你看海军上将开始在中间 开始发力啊 走势还不错了 所以下一场赛事还要看啊 海军上将 因为毕竟他是休息回来 给他这场赛事热身 不过这样赛事怎么说呢 吉仙丰毕竟是这个领头羊了 因为毕竟他以前赢马 就是在这个第四级赛事 一千公尺他还赢过 而且谢一听 今天是不慌不忙啊 也不让这个马匹呢 再找断用得太多 跟在这个马巡前面啊 头马前面 领头羊前面 结果呢 慢慢的两三步啊 把这个距离越拉越接近 可以算是有这个非常好的成绩进展 他也达到他的目标了 在本地呢 来到本地呢 已经获得一场头马了 所以呢 也是可以有的交代啊 吉仙丰 另外一品呢 我们看到哲氏一品 一直在成绩多时 然后呢 再降级减分 减分一条可以应付的场合 找来大师赋马上动手的 也是给大家建议过的 这个大地回春 在第六场赛事 怎么夺标的英姿啊 说到大地回春呢 是以前呢 在一些高班级的赛事 也赢过的啊 他之前已经马是在 克兰治B级赛啊 是成一段时间了 一年多近两年了 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了 大地回春 白色彩衣 再度一块 现在首要第四个位置啊 他很聪明啊 我们看到度一 这匹马毕竟没有什么 很强的这个前数 所以没有去难为 这个大地回春 让他走 跟前一点的跑法 不要去前领 或者甚至说 不要去跟那些前领马斗 前面有谁卡地马 乱冲一段在前领 然后呢 福来辉煌 是有一点前数 不过还没有证明过 他在这个级别 可以呼风唤雨的 反而在他前面 有一笔超凡因素 给他一点惊吓 因为超凡因素 毕竟在第四级 杀地短途 成绩非常好的 给他一点的这个挑战 不过大地回春 怎么说呢 是成了一段时间 曾经赢过B级赛的 现在来到第四级赛事 谁怕谁啊 而且度一提供 也不用说 是非常了得的 你看白色彩衣那笔 现在开始斜去外侧冲 内南有谁 福来辉煌 超凡因素 还有这卡地马 卡地马我相信也是 早段抢得太多 结果呢 绝对败退 反而大地回春 这笔马就在这个 级别赛事来说呢 是非常有利 当然你 赢完这个第四级赛事 去第三级又宁当别论了 因为毕竟他曾经在这个第三级碰到B了 没办法应付 所以慢慢一直在降级减分 减到差不多 找一大师傅加持 拖59公斤 也不怕 因为真正强的对手啊 比如说正棒55.5公斤 他还是可以应付的 所以呢 这个大地回春 再赢一场头马 一点也不稀奇啊 好 另外说一匹呢 一直在冒生的 年轻力壮的马匹啊 三战三胜 之前两场赛事 赢得是非常漂亮 好像没有看到这个 平分的顶啊 实力相位见底的 而且赢得是非常漂亮 再看看这就是红色登陆 在这个B5核框下 怎么再度夺标的这个音质啊 好 说到红色登陆在第九场赛事啊 在这个B5核框下 走势非常好的 他之前 守战的时候跑到第三名 然后节节攀升 之后呢 在这个第四级连过两关啊 还没有见到顶的啊 你看红色登陆 橙色彩衣的 非常容易论的 守在内栏 他的今天排位又好 又大师傅B5核加持 各种的好处基于一身啊 看到在早段 有谁去前领呢 就是这个黄色彩衣 红色格子的一匹码 就是这个二号的黄金矿 黄金矿超豪华在前领 这样赛事我们赛前已经说了 前数会非常快的 有黄金矿啊 有这个超豪华 甚至于这个十号的起木材 这样的这个前领码 结果黄金矿跟超豪华 因为这两匹码毕竟 他们的这个前数非常快 可是呢 因为处在大外栏 所以是相当吃亏的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这个缺点 在情况之下啊 红色登陆赢的是非常轻松 因为你看后面最上的一匹谁啊 赛菲而已嘛 这巴菲特 巴菲特成了一段时间了 巴菲特以前银马 是在这个短一点的一千两 长一点的千二公尺 所以今天地资宝一千 行不行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它可以跑接近 主要是因为它是养精蓄位 休息一段日子回来参赛 所以至少说体能方面 是稍微好一点点了 而其中它的旧旅呢 十号的大间谍呢 因为之前曾经击败过这个红色登陆 所以今天想拼一拳 不过呢 毕竟呢 我们看到在展示圈呢 都是同一个马 这个练马师的马匹 正所谓主斗然斗棋 相间和泰然 所以呢 红色登陆在营兑场投马 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啊 总结一下啦 这个礼拜天赛事 我刚才说的八场 十场的赛事当中呢 有一两匹马都是所谓的爆大冷的 包括这个我最美还有你最强 不过呢 其中呢有几匹马都是 在有票情况之下击败对手啊 比如说海德公园啊 比如说极先锋 另外闪闪发光 另外我们刚才说的大地回春啊 降级之后马上动手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是红色动路 联姻三回啦 演出呢是非常好啊 而且在主要在第三集赛事已经站稳脚步了啊 而最后场赛事 我们看到红叶远途 以前呢在这个短途赛事成绩不错啦 常常在最后一段呢就突然间停了 不过今天呢看到毕武婆 不遑多乱啊 看到杜毅这样的这个演出啊 他呢就不甘寂寞啦 也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呢 赢了三场投马啦 跟这个都一平起平坐啊 好 总结一下今天的赛事 看到三场三号的极先锋啊 我们这个新来乍到的新棋棋生 本宗求胜啊 第六场赛事 一号的大地回春 潜伏多时啊 一举夺魁 另外九场三号的红色登陆 三战三胜 刚才碰到一个UP码 给他一点些许的这个惊吓 不过有惊无险啊 看看这个裁判报告 看到三场一号的第一选 才会发现这边把流鼻血了 另外二号的居宁天下 也是流鼻血 另外九场七号神猫 则患了呼吸道疾病 好了 分析过今天的这个 礼拜天的赛事啊 我们节目新的尾声 当然非常期待下一期的赛事 我们下礼拜呢 有三场的重头戏啊 包括呢这个巴克锦标 沙士酬心锦标 还有我们的今年度的 我们的大赛也一级赛 尤其是我们今年的最强阵容的 新加坡金杯啊 多匹的这个本地号码再度亮相 看看路时随手了 看看天下无敌 能不能够再下一层啊 非常期待礼拜天的新加坡金杯啊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